这次手里面是有飞轮 哎呦漂亮 这个触手扭的 哎呦 来看一下 一安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 今天六位监管的话 一安的黄一之主 相对来讲是迎面比较大的一个监管 因为黄一之主他 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好针对 因为我们的监管者都是名牌监管嘛 所以说 黄一之主呢 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针对 然后在排位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黄一之主的一个上分效率 所以我说我今天看好一安不过分吧 我穷人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还是上线很高 祭司哭泣小丑 哎反传给你一刀 啊想反传我 哎他们 我刚给大家讲了 一安跟我们独奶队 他们本身就一队的 所以经常 会有那个训练嘛 就很了解呀 你这祭司会反传 那这边有没有队友能来保一手啊 等你下车 祭司的话 飞轮操作应该是操作不出来的 直接倒地 下来没有操作机会 除非是什么呢 枯击小丑啊 古董伤啊 这些过来打一手 但是呢 在身边的是一个飞翼家 没有办法 第一波的话 枯击击击被通缉到 救人都不太好救 算了 我走了 谁来 古董伤也没有来 打算卖掉吗 这把的话 一安带的是一个遗形 他的遗形 黄一之主 已经打了有一段时间了 飞行家过来 开悬艇 直接到身边 可以 这波救轮人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祭司手里面是有飞轮 哎呦漂亮 这个触手扭的 挨的 他这根触手 躲的其实蛮漂亮的 但是这个震慑呢 只能说这个血线比较紧了 古董伤来救人 你滚 哭泣小丑 这边也得过来 等于说四个人 现在都没有办法修机 这一轮 求生者的密码是停滞的 这一轮 打完 结束了 这个祭司是个挂飞 蓄力刀一刀 古董伤飞轮 躲掉 哭泣小丑 火箭炮 不得不说 打的是真挺好 飞行家这边的话 是 为什么往监管者的 正面走 古董伤过来打架 古董伤是没有飞轮的 这边古董伤打架 其实我觉得 没有太大的 一个可操作性 要不我少说两句 一根猝手倒地 这把 别看古董伤打得很好的 哇塞 再来 你们想干嘛呀 这飞行家是个白板了 从刚才 到现在 到这个 古董伤救人 之前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 即便是那个震慑 也可以接受 但是这波古董伤救人 我觉得真的打得有点过了吧 也等于说 直接把这飞行家给算了 当然有可能 因为他们是一队的嘛 他们是不是考虑到 就是如果说我不来秒救 这个飞行家 他这边会移行去干扰外围的密码机 那移行干扰外围的密码机也可以接受啊 本来这飞行家还能做好久啊 现在他追这个祭司 这个祭司是个挂飞的祭司 密码机不够 密码机不够 除非祭司 除非祭司能遛出一片天 祭司现在一个飞轮 外加一个洞 飞轮 双弹的祭司 躲掉触手 皇一之主 这边 压住 再返船吧 咋办 这个洞打的是真不错啊 有飞轮 飞轮顶掉 哎 这六的真可以啊 这祭司又续出一个洞了 前面一个翻窗加速啊 他走 我做六的 那我吃刀不吃出手了吗 哎呀 哎 一个抽刀倒地 六的是真不错啊 六的是真不错 从还有三台机 到现在还有一台机 六是六满了 只可惜这个祭司是个过半 他是个挂飞 如果不是过半 不是挂飞的话 这个局还真有三人开门 让可能性 讲道理 这把 大帅能不能闭卖解说 以后就是 以后就在关键时候 我们就闭卖解说 我归我说 闭卖闭闭 不知道这个效果 还能不能启动啊 这个局没办法 因为剩下两个人的话 我觉得黄狱之助 只要带一个挽留 怎么地 他都能留下一个 也就是必定是一个多抓局 就看这局能不能四抓了 古董商线手里面 还有最后一棍 应该还有个飞轮 门的话 这边70 门点不开 要四抓了 阿飞轮 跳地窖 你给他三棍 我能想一想 你给他三棍 我能想一想 这枯极要丑 他不是说已经挂飞了呀 已经挂飞了还行 没挂飞呀 还差着远呢 一棍 不够啊 你这对吧 你给他三棍可以啊 压倒爱这个操作 确实是蛮顶的 但你没东西啊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四抓 四抓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今天可以给大家抽充电宝 来看一下 伊安大哥 这把的话 穷者拿的阵容 相对来讲呢 修机有 救人有 牵制有 但没什么打架能力 也就是说前期 如果说伊安抓的快 这个局 求生者只能考虑保平 求生者要赢 黄一之主 这个阵容 我感觉 以伊安的实力来讲 即便是医院 他也遛不穿呢 压倒爱区区一个小囚徒 来你遛给我看 好不好 我还真不信了 这刀阵容你要谁遛出来 有可能的 我觉得记者可能 上线高一点 杂技都不行 杂技都不行 第一只狗咬中 囚徒这边 有没有飞轮啊 一拍拍咒 好了 接下来 后面的触手 点位一压 因为这些老黄一之主 他们的一个抓人 就是大家可能 刚接触第五人格 或者玩第五人格 不是专精于黄一之主的 玩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飞轮躲 漂亮 哎呀好 但这已经是极限了 这已经是极限了 后面交互点也没有了 蓄力刀一刀 哎呦这 哎呦 哎呦 压倒爱 哎 溜了快三台了 压倒爱现在榜二啊 现在榜二就是这个囚徒啊 他的个人操作确实蛮顶的 这边的话 什么人过来救人 打一刀 呃 触手前面压住 这边的话杂技也过来救了 但这波穷者是 倾 两人之力 两人之力来把人救下来 囚徒现在有没有自保 对吧 这这囚徒没自保了吧 这这你总不能说这个囚徒还能 再溜很久 应该不会吧 再蓄出个电 走位 好 机子不够 机子不够 现在才三台机 这个机子 如果上一波是什么呢 上一波是守木人过来套薄命 我觉得会好一点 球人这波救人 其实感觉有点奇怪的 呃 杂技那波应该是刚好机子修完 过来 顺路把人给救了 但是呢 因为杂技没有博命 导致这个机子是肯定不够的 后续救下来 你囚徒再拖 拖得再好 胶垫帮忙扛刀 这外面的机子也修不完呢 对吧 我再等一个 闪现一刀 啊 哇 依然也是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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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了吧 这这一波胶闪现 闪现吃了个电 但是 针对刀是对着板子打的 所以说刚好这边 球图交完电以后 翻板子 吃到了这个震慑 机子的话是够了 三人开门战 应该是有 记者这边没有大心脏 那么记者去干嘛呢 记者去 修最后的密码机 然后杂技过来救人 还是说 哦不过记者手里面 有救人玩 记者手里有救人玩 记者来救也行 一个进步翻 飞轮往前顶 救人玩一放 卡住了 肥胖流 出手一拍 好的 这边的话 一个震慑 黄一只主播 拿下多抓 没有震慑也没有关系 这边的话 追记者 知道你飞轮双坛 小兄弟 飞轮双坛 你还敢来救人 密码机点亮了 记者 这可是国服S1记者 这边放个小娃儿过来扛 娃培子 小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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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能卡个板子 但前面有触手 从黄英主 刚才切出那个闪现 其实黄英主 这把一面就不太大了 因为前期的话 确实这个球图遛的太好了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就球者这波救人 他们薄命不是第一个套的薄命 第二轮套的薄命 整个节奏机子就不够 他们如果第一轮套薄命 第二轮比如说来救扛刀什么的 还真有可能四人开门斩 那么最后双方是握手言和 今天可以啊 他们打到现在就输了一把 而且那一把还是因为一个震慑